师父这个法界本义体和佛性本义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法界本义体讲的是人间 人间称为法界 听得懂吗 我们说但是人间也是法界的一界 是法界对不对 那么人间所有的东西本义体 这还不懂啊 我问你啊 大家都住在这个世界当中 大家都是一个人 大家都会长受到这个苦难 大家都会到成就坏空 每个人都会到生老病死 是不是一体啊 是的 你最有钱的人你也得承受生老病死啊 你最穷的人你也要承受生老病死啊 对不对啊 对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那么佛心是本义体 那我问你 每一个人佛陀说了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间说了 原来众生皆具佛性 这句话还不懂啊 就是说佛陀已经看到了 原来人的在第九意识当中都是佛性 都是佛给了我们这个本性 所以让我们慢慢的在人间 很多的在天界在人间这么轮回轮回 慢慢的把自己本性慢慢的遮住了 所以佛性 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体的啊 你说每个人都有良心 是的 你就懂了 这是不是一体了 每个人都有良心 是不是佛性是一体了 好了 是的 好 今天说从慈悲开始